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财经文化 我是阮木华 最近美股跟美债的下跌 真的让鲍尔开始紧张 看到最新联准会在本周11月的议席会议 也是今年倒数第二次的FOMC会议 却是在这个会后声明 透露出一股跟之前不一样的玄机了 联准会首次讲说 金融的紧缩加信用的紧缩 可能会危及到经济的增长 这句话是过去没有的 过去只有讲信用紧缩 没有讲金融紧缩 金融紧缩的意味是什么 很明白的摆明就告诉你 联准会在担心 美股美债的下跌 你看到美股到10月出现了连续三根黑棒 这可是2020年3月疫情以来 美股首次出现的黑棒 你想这样状况鲍尔能不注意吗 另外美债殖日率冲破5% 30年期的已经到5%以上 10年期逼近5% 你想鲍尔能不注意吗 所以在此情况之下 这个股市已经看到似乎有 这个指纹跟反弹的契机了 尤其是这个礼拜四台股的多头大逆袭 一棒子300点的一个上涨 把很多空头已经打得晕头转向了 原本空头气焰太嚣张了 我觉得这个多头稍微修理一下空头也是好事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联准会最新的这个会议 它几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我们把它截录出来几个重点 很快跟我们观众朋友来讲一下 第一个利率当然维持不变 现在目前预期12月再升息的几率也只剩下20% 至于明年还很难讲 不过鲍尔已经开始有歌音转歌一点点的这样的味道 声明中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个白色的字体 框出来的地方讲说金融跟信用的情势在更为紧缩 这个措辞就已经转露出一些歌派的味道 那不过鲍尔也没有明确把话说死了 他也没有排除未来升息的可能性 但是他非常坚定的告诉大家他不会降息 换言之不降息这件事情是咬死才死的一件事情 那另外汇中已经飘出一些这个歌位了 另外公债值率正在上升 这个其实也等于是在加息了 等于说是帮联准会在加息 所以联准会实际上也没有必要再往上升高这个利率了 那至于说暂时不会调整缩减资产负债表的步调 现在目前每个月的QT 也就是量化紧缩是950亿美金在缩减 那那个缩减的情况是这样 联准会的资产负债表现在缩掉一兆 就是说已经减掉一兆的资产负债表了 但是钱还是很多嘛 因为还高达8兆嘛 以前才4兆 所以等于说还有4兆这么大的一个资金量在市场游走 这其实也是对市场来讲是一个等于说资金动能 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那另外除了联准会以外 这个礼拜还有一件大事 就是日本央行似乎也开始这个态度上有转变 我们都知道日本央行过去都是非常歌 新任总裁直田葬任之后 开始在市场预期他可能会转向阴 但事实上一直没有转向阴 而导致日元一直扁已经扁到了151块了 即将好像要突破去年的153块的一个日元的会价的低点 那日元这样一个走扁 当然一方面是美元强 另外一方面就是日本央行的态度暧昧不明 那这礼拜果然日盈又搞了一个所谓雷声大雨点小的乌龙 原本说要把这个YCC放宽到1% 结果后来出来说 并不是要放宽到1% 而是容许到1% 也就是说让这个YCC可以到1% 并不是说要放到1% 那这样的一个声明就被市场认为说 有一点这个嘴巴讲 但是口会而始不至 并没有真正要转阴的一个味道 所以各位看到这条线 一直在往上升 就日本十年级国债殖率 已经升到了快要这个1% 来到0.95这是10年来的新高 那当然跟美国还是有很大利差 美国现在5% 现在日本是1% 这还有差了4个百分点 那这两个央行的会议的情况 都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政策面上有所转变 那台股在美股周三大涨的带动之下 那周四迎来了这个多头的逆袭 终于是把这个1.6大关给守住了 因为10月31号 10月底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真是很难看的 居然盘中跌破了1.6 跌到了1.5975点 索性最后一盘拉上来 收1.601点 多一点而已 真是很难看 索性这礼拜多方逆袭 成功守住1.6 那至于说这个1.6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守住 以及这一波其实美股科技股的大跌 是不是也透露了出这个科技成长动人的警讯呢 我们今天要请到大家的好朋友 阿格丽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 跟大家来谈谈他的看法 阿格丽你好 莫哥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那除了就我们刚讲说这个全球央行 现在两大央行有这个最新的动态的一个转变之外 其实战火还是一个大家担心的事情 是没有错 像这个以色列巴勒斯坦哈马斯的问题 你就看到居然以色列也误籍了 埃及在边境的哨所 埃及现在也很火大 然后真主党就是黎巴嫩 伊朗所支持的真主党说我也要对以色列宣战 然后叶门的这个胡塞武装部队说 我也要用这个飞弹打你以色列 看起来四面楚歌 然后世界银行就讲说 如果这个整个中东的战火 演变成是第六次的这个大战的话 油价飙到150 现在每桶油价在这个还不到90 大家都已经挫了 如果说真的飙到150还得了 所以阿格力看起来就是说 尽管周四台股有个多头大逆袭 但是感觉情况还是很多变数 不晓得你怎么看就是说科技股这一波 尤其是美国七大科技股 这个整个十月市值蒸发了超过一兆美金 这大家也觉得说 美国的这七大科技股是不是行情走完 我不晓得你的观察方向是什么 莫娃哥我自己是觉得 有时候我们在股市中遇到这种很多利空 不管是这个战争还是说 联准会这样的一个暴力升起 其实如果我们玩股票够久的时间 你就会发现 每次这种最大利空的时候 往往回头看都是一个好的时间点 对 别人紧张的时候我们就要乐观 对不对 而且我很喜欢一句话 就是说股市如果下跌的时候 你手上没有小麦的人 上涨的时候也不会有你的份 你手上也没有小麦 所以我是建议大家 其实可以开始关注这些科技股 反而可以开始关注 那有几个论述会带给大家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别人怎么做 这是很重要 所谓的别人就是美国大型的这种资金 他们在做什么 那我这边列了两档大型的ETF 一档是iShares 美国科技ETF 这个简称是IYW 这个其实蛮大的一档ETF 它里面的几大成分股 包含的第一大是Apple 第二大是Microsoft 那里面包含的Meta Alphabet 其实都是它的主要成分股 那下面这个QQQ大家可能就比较熟了 那我特别列了一个比较不一样的 叫TQQQ 叫三倍做多的 哇塞 这个杠杆倍数很高 三倍 那为什么要列出一个圆形一个三倍的呢 就是说我们看这个K信 其实目前都是破线的一个状况 像最近这个废半已经跌破年线了 那纳斯达克虽然没有这个跌破年线 不过半年线的季线早就已经跌破 跌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可是我们可以关注到 在这样的技术分析线型 还在持续走弱的情况之下 其实有蛮多的资金涌入 像IYW就涌入了6.91美元 去潮底有这样的一个味道 那TQQQ也是有资金涌入 这三倍都还有资金涌入 对 这个就是沐滑哥讲到的重中之重 连杠杆的ETF都有人去做的话 那就代表说大家可能其实没有那么悲观 毕竟今年年终修正到现在 这种科技股大概也修正了大概4个月了 那为什么资金杆这样潮底呢 我拿一个联合国的资料 为什么要拿联合国资料 因为有时候我们拿银行的 大家想说你银行你当然是死多头 我们拿一个联合国资料 就比较客观对不对 对没有错 这个联合国资料是指出科技创新 在未来会有多少的成长率 左边这个比较小的总值是1.5兆美元 这个是2020年的一个规模 联合国预计到2030年会到9.5兆美元 其实这个成长是蛮大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其中比较大的影响是什么 可以很明显看到是红色的 那这个红色的就是所谓的物联网跟云端的运算 我想大家这样就可以 AI这些 对就可以很轻易的理解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2020年的时候 它是7400亿美元的一个规模 可是到了2030年会到4.4兆美元 这个非常可怕 那其中还有这个比较浅蓝色的 这个是电动车 2020年才1630亿 那到2030年会到8240亿 虽然最近的电动车或AI都有一点杂音 可是我觉得说这个趋势是不会改变的 这个就像我们股市有时候在买 你想要从这里涨到这里 可是中间的过程一定是起起伏伏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这个 年化的复合成长率其实是非常高 高到20% 这个是在创新科技的部分 那回到台股该怎么看呢 我觉得科技股一定要活着 不活着也不行 因为我们台湾就是靠科技 科技股如果垮了台湾还剩什么呢 对没有错 我这张图就非常的清楚 红色的是台湾的这个加全指数 那蓝色的是台湾的电子零组件的出口的年正率 那莫高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看到 其实这两个是亿步亦趋的 可能中间会有一点好像不同步 但是大方向上这两个是非常一致的 毕竟这个台股里面电子股的权重 以及电子产品的出口占我国非常大的一个比重 现在在回升对不对 对没有错 我们看到其实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 上一次比较惨的时候是年初的情况 所以你可以看到去年10月为什么下跌 其实就反映了库存过高 这样等等的一个问题 可是当最近台股虽然在修正 美股也在修正 但是我们的这个电子出口零组件的年正率 是在网上的情况下 反而大家有一个概念 越跌越有价值 例如说去年下跌的时候 大家可能会不敢接 我觉得是正常的 因为虽然台股本益比看起来很低 但大家会说那2023 你又不一定有2022上半年那么好的EPS 可是目前来看往下跌的过程中 那出口像9月的整体出口也是转正的 景气对这灯号也已经转向了 转成黄蓝灯 对没有错 所以我觉得说大家在这里不用太过于的担心 好 确实这个阿格力用很客观的数据告诉大家 这个科技的成长的步伐是不会停滞的 科技不断的会再往上增长 那当然产业会持续的扩大 只不过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说美股七巨头 各位可以看到 它的股价纷纷从这个52周的高点回跌 大概都跌了这个一成左右 其中跌最多的是特斯拉 跌了超过三成 特斯拉单10月份 它的股价就跌了20% 市值就减少1300亿 所以刚刚阿格力讲说 那个电动车有杂音是440 就是你从特斯拉也可以看到这样状况 财报真的出来的状况是不好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压阵的这个AMD 超为 发布财报之后股价大涨10% 真的也算是一个这个AMD多头的逆袭了 为什么AMD可以这个股价大涨10% 呼应你刚刚所讲的 苏之峰就是AMD的CEO说 我们今年出给CSP 就是云端这些大厂的GPU 现在大概是5亿美金 电话会议的时候他跟法人讲说明年20亿 哇一下大家眼睛就亮起来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MI300 这个MND超为的这个GPU 不是这个这个回答的对手 尽管是如此都会增长这么多 那大家就当然认为说明年AI还是持续看好 所以就呼应你刚刚所讲的 这个说科技创新 我们如果放眼长期来看 可能股价是估值的调整 是没错 而不是一个所谓的基本面的调整 好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回过头来讲 因为在科技股这么多的情况之下 我们去选一般我们观众朋友 去选个股是比较难的 我们不如就用这个一篮子的投资方式 比如说我们这个找ETF 对不对 那ETF现在目前大家最夯的 或是说最耳熟能详就是所谓市值型 高股息型的ETF 那这些ETF到底有没有含有这个科技股的成分 以及这些ETF今年的绩效到底怎么样 阿格力帮我们来比一下 好那我先给大家一个结论 就是说你如果是为了追求你的财产增长的话 应该是说成长为主 还是以市值型的为主 因为高股息ETF今年很夯是因为有AI股的加持 但其实这些AI股过去就是电脑周边 主要是高值率率为主 也不会像今年这么飙 那高股息选股其实它就有一个缺陷 就是我就是要高值率率的 那我高值率率有时候一档个股在成长股价 狂飙的时候我的值率率就会往下掉 那你反而把成长股给剔除了 所以我不是说高股息ETF不好 而是说它确实能带给你现金流的作用 可是如果你是年轻人 你钱本金本来就不多了 我觉得买这个四肢型的会比较好 那另外如果你是喜欢做短线的朋友 我觉得四肢型不错 至少说台股在涨的时候也有你的份 那你如果更厉害一点 你去选一些主题型的 像我妈她每次都看电视节目 然后乱买股票 我就跟她说那你就干脆 你就买这种主题型的ETF 对对对 比方说以前那个电商好的时候 像木华哥买到的是富邦美大赚 别人买到可能是网家 这个一来一往就差很多了 差太多了对 好那我帮大家列出来 这个主题型跟市值型ETF 如果每个月定期定额冲 这些ETF他们成立以来的年化报酬率 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投资市值型的真的不错 这里有两档台湾50 因为台湾50有两档相关的ETF 他们其实这个年化报酬率 最低都有5.4%以上 好一点有6.12% 那这跟挂牌时间点有关 所造成的一个差异 倒不是说6%的一定比较厉害 这是挂牌时间点的差异 那我们其中可以看到 其实从这里你也可以知道说 投资台湾其实真的不错 以台湾5G plus跟中国5G来相比 你投资中国还是富的 所以爱台湾也是有 那个好的结果 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这个电动车部分 这几年也蛮夯的 像是蔚来车这个年化报酬率有6.29% 所以从这个图你就可以知道说 其实投资市值型跟主题型都赚得到钱 但是还是有一点这个副作用 比方说你如果选错 例如说你在不对的时间点买到半导体的ETF 年化报酬率只有1.68 这个有点出乎意料之外 因为这个是发行时间点的差异 发行时间点 那发行时间点的差异 跟人家发行比较久的年化报酬率差这么多 你就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说每一年上涨股票的态势可能不太一样 才会造成说你晚发的半导体ETF 绩效差那么多 我这边准备了一个资料给大家看 这个是每一年每股前三名的涨幅 给大家看不同的颜色就代表不同的类股 所以你光看颜色就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每年都在去不一样的东西 就是这个庄家都换人在做就对了 对没有错 比方说我们以黄色的好了 大家先认颜色 黄色叫金融科技 2017到2020这个金融科技都在涨幅的前三名里面 这个是前三名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你看到连续四年金融科技涨很凶 你就觉得说要金融科技一定会贪钱 结果2021 2022到今年为止 完全消失在这个版本 真的没有这个金融科技了 对没有错 你说半导体大部分的时间点其实是蛮强势的 我们看蓝色的是半导体 可是半导体有时候 比方说2017它也会消失在涨幅的排样里面 这是前三名 对没有错 所以我们从这个图可以看到 像今年最强的是半导体 涨了58% 那元宇宙也很强 大数据也很强 这个图告诉我们一个结论 就是每年都在轮动 所以最好用ETF去投资 掌握这种包山包海的 就是说电子行业它都有涵盖的 会比较好 就不要单压估值就对了 对 就算ETF你如果是买半导体的ETF 或者是买某某主题型的ETF 那一年不好的时候 例如说电动车ETF今年很不好 对 去年跌了29% 那你如果因此就不投资电动车的话 结果今年电动车又反弹回来 就很可惜了 OK 所以单投一个科技主题 即管它是科技 就像你刚刚讲科技长期是涨的 对不对 长期这产业是扩张 但你只投一个单一科技主题型的ETF的话 你就会有这个被轮替掉的这种风险 对不对 因为它没有办法连装 所以你不如就是说把整个科技的 投资概念全部涵盖再进去 对没有错 我再拿一个数据给大家来 呼应我们刚刚跟慕华哥所讨论的 像这里就是台湾加全指数的这个走势图 然后从2018年开始 那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发现 每一波的上涨都有它的故事 像2019年是5G的一个元年 我记得那时候5G很夯 对很夯 跟5G相关的都是狂涨 那2020到2021就是区块链 比特币 显卡相关的族群 噴到不知道哪里去 那2023年这个大家就比较熟悉 AI 所以相关不管是散热伺服器 只要你跟AI有关的就大涨 那我们可以归类一件事情 这个就是创新科技带给股市的 一个兴奋 一个热情 那现在我们的台湾的证交所 也有一个新的指数 叫做FaceSat的创新科技50指数 他是在图上 跟其他的指数做一个对比 像他跟这个台湾的电子指数 台湾50指数 还有台湾的加全指数来对比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在19年或者是2020到2021 以及我们刚刚讲的2023 在这种创新科技爆发的时候 他的报酬率我们可以看到 都是最高的 那为什么他会是最高的 主要就是他涵盖了蛮多的产业 传统上我们台湾的电子股 分类大概是八大类 可是这个创新科技 他分了11类 有点跨领域这样子的一个味道 那台湾目前也有追踪指数的ETF 我帮大家列出来 是野村台湾新科技50 代号00935 那00935 我们先帮大家看一下比较大的 就是说ETF你还是要了解 他成分股是什么 那我们可以看到他成分股 其实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大厂 不管是台积电 联发科 台达电 联电日月光 那一直到最近涨的还蛮凶的这个联勇等等 那翅膀也今年上500块 对 没有错 其实都涵盖在里面 那你看到这个成分股 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不管你说AI 电动车 你AI一定要有台积电的晶片 那你这个电动车 一定少不了台达电的充电桩 那甚至以后这个绿能 台达电也是举足轻重的角色 更何况其他跟网通相关的 这个是本来就台湾的专潮 那慕华哥到这里就很有趣了 有些观众朋友会说 那我买台湾50指数里面 也是有这些公司 那差异在哪里我教大家看 像这里台积电占了29% 他有一个群重的上限 所以比较不会变成台积电一个人的50 不然台积电事成就只是一档台积电 对 像今年投资台湾50的人 比较闷一点 相对来说就是因为台50里面 台积电占比大概一半 占比实在太重了 那如果你去看一些电子股的ETF 跟次子型的ETF的话 你会发现说 前五大大概也有联发跟台达电 有有有 可是大概都2-3%的权重而已 可是这边联发科占了11%的权重 很高 那联发科最近那么强 他就比较能够受惠 那台达电也有占了7.9% 那台达电最近是比较不好 可是我觉得创新科技本来就是轮动的 所以你与其单压一档 刚好下跌的时候心里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还不如通通都打包 那这档ETF还有一个特性讲给大家听 就是说他既然是讲创新科技 那这个创新要怎么去定义 你说你创新就创新 一定要有一个标准 对 那他是台湾唯一 就是有把研发费用 放到ETF的筛选条件里面 这个我喜欢 研发费用占他的营收的比重 对 我知道最高的是台积电 然后第二名是联发科 第三名就是瑞育 刚好就是在前十大成分组里面 这档ETF就是说 如果你的研发费用 占你整体的营收不到2%的话 你赚100块 没有拿2块以上拿去做研发 那你就没有创新 你就是单纯代工的公司 那如果你有超过2% 他是在进一步的筛选 比方说掉下跌后面1 4分之1的 直接也踢掉 他去选真的有创新的公司 所以当未来不管是科技怎么变 AI也好 或者是之后不知道 还有什么创新科技 所谓创新科技就是我们也不知道 那一定是少不了这些公司的 那除此之外 他还有一个强项叫做动能选股 这是什么 所谓的动能选股是说 好那我选创新科技 也会怕遇到一个问题 例如说AI你在几个月前买 跟现在买 那个股价是差很多的 所以他在纳入成分股 280变180 对 他在纳入成分股的时候 他会特别去筛选 比方说过去52周 离高点最远的那10% 把他踢掉 52周的高点 然后最远的10% 把他 把他就是你就不可能选入 对没有错 最后面的那10%的股 其实这个目的是什么 观众朋友可能不太清楚 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常常讲一句话 股价反映未来 对啊 那如果你离高点这么远 最后面那10%代表说 你已经反映完了 或者是说这个创新科技 是根本只有题材没有基本面 对 那我们直接 股价会说话就对了 是没有错 那我们再来看 其实在第四季还是蛮鼓励大家 来拿出信心 当然不是叫你偶尔 有啦 你今天这样讲 大家就有信心了 你来就有信心了 我们要拿真实的数据 这个是台湾在过去2016年以来 第四季的一个涨幅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不管是哪一个指数 像橘色是台湾加全指数 灰色是台湾50 蓝色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这个台湾的创新科技50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怎么样 美国的QQQ 或者是台版的这个科技版的台湾50 因为其实它里面的大公司 在台湾50里面也都有 那我们可以看到 普遍来说我们直接取平均 其实创新科技50的 这个上涨的几率跟幅度 其实还是最高的 这个我觉得逻辑很可以理解 就我们刚刚一路这样讲下来 台湾靠电子出口为主 那台湾的股市上涨 也靠创新科技为主 那当然创新科技 它所涵盖的这些成分股 所带来的报酬 相对来说是比较高 那10月跌的蛮惨 但我觉得大家也要回想去 去年10月更惨 跌的惨其实就是一个相对买点 对去年得到12000多 大家本来想说没希望 结果现在还在16000 那我最后再给大家一个台湾 这个科技的一个希望 应该不能说希望 这是我们的底气 这张图是什么呢 一样蓝色的是台湾的 加权股价指数 那黄色的是台湾电子零组件的出口值 我们刚刚给大家看的是年正率嘛 两个是正比 那出口值要看什么呢 在疫情期间大家会发现 不管是联勇 联发科 很多大型的电子股 EPS都非常高 这时候大家就会担心一个问题 就是去年发生 为什么下半年跌这么惨 大家觉得说 那是不是疫情的解封红利过后 你的EPS就回到什么2018 2017的时候 会不会就倒退路回去那时候 对 那就 那个股价就相对本益比又太高了 其实我也蛮担心这个问题 穆娃哥应该有担心过这件事情 但是好消息是说 我们刚刚看到台湾的年正率不是回来吗 代表说你已经利空测试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单位是美元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在19年 2020年的初期 这个归类在没有QE的时候 没有疫情爆发的时候 在这段时间 台湾的这个出口值 电子零组件 其实是不到120亿的美元 那普遍在100到110亿之间游走 那在疫情期间 就冲到160亿的美元 所以台股为什么可以涨到万七 这个真的是有基本面有所本的 可是我们看到 在去年10月 第四季非常淡 非常惨的情况之下 目前的出口值回升之后 木浩哥现在值是多少 又回到160了 所以如果我们跟疫情前相比的话 我们可以知道说 台湾的这个创新科技 是真的有值的变化 你如果只是像以前单纯做代工 或者是说世界上 这个创新科技的能量不足的话 你早就疫情红利结束 就会掉到以前这个出口值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出口值 大家可以比较有信心一点 就是说台湾的电子公司跟以前 真的是有不一样的一个面向 好 这个阿格力最后这一张也蛮重要 就是说这个绝对值 它其实也骗不了人 你就是有真的有这么多出口吗 你不会掉回去这个2018 19年那时候的状况 所以你不要讲说台湾的 这个电子业的出口池 是因为那个什么 双重下单 或者是说极单的影响 事实上经过一波掉下去的时候 现在又回到当时的一个 这个2020年到2021年的一个水位了 甚至还更高 对 所以可见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出口 确实在电子业上面 拿到更多市场更多订单 而且基本上我们的值 我们的值是更好的 我们的这个绝对金额是更好 好 那刚刚谈到这个0093 我知道是野村出的 好像11月就开始挂牌 野村我知道他在台股投资上蛮厉害的 大家可以查一下绩效 对他的一些台股基金确实很厉害 那他出的ETF当然也很值得期待 好 那这个既然是ETF可以涵盖 所有科技创新的公司的话 那当然就是一网打尽 异于多次的一个概念 那接下来就请教阿格力 说大家现在也是在谈另外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买这个苹果 手机iPhone15好像销售不是那么好 但是苹果马上又推了这个 M3晶片的MacBook 马上要说我这个iPad也要折叠了 对不对 看起来苹果也要在创新 因为毕竟华为看起来一直在追赶他 就是华为这个劲敌又出现了 所以你怎么看好 你看好苹果吗 其实我蛮看好苹果 因为苹果一直是我长期投资的一家公司 那其实苹果的创新 我觉得大家会觉得他比较晚一点 可是当他拿出来的时候 往往就是杀手箭了 就是给你最好的消费者体验 这是Apple一向的一个作风 所以这个折叠的iPad 其实大家也市场上一直在传 因为iPad毕竟比较大一台 你如果太小台的话 那现在手机的萤幕都已经到 这个5寸这么多了 甚至到6寸之多了 那我买你的平板干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 苹果这几年在iPad上的这个销售 他是比较平淡的 那甚至他还把这个萤幕面板的材质 进一步降级变成LCD 那为什么 因为他想说那既然你能大家不买 我就换材质降价 来抢市就跟特资拉一样 可是这个折叠iPad 我相信会带来不一样的视野 因为比方说 这台平板那么大 我如果我们可以只有一半放在包包 你去买他的意愿 也会更加增加 那现在是已经传出了说 这个苹果跟三星跟LG 都已经共同在开发 这个折叠的iPad 那现在是在解决困难的一个阶段 就是说他要求三星跟LG 要做到这个萤幕没有折痕 哇 那这个有点困难 对 因为我们看折叠手机 再怎么样折安出来还是有点折痕 是 那其实不抢快有一个好处 像三星的折叠手机虽然卖得很好 可是也是有所谓的良率的问题等等 所以苹果现在正在解决这个问题 好那不管这个最后推出的结果是怎么样 股市总是先反应题材 大家应该要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台股最近虽然很弱 一度还回撤跌破1万6 最后都16001 以显见政府护盘的决心 马上起来护 应该是有在护盘 不然这个数字不会这么巧 那我们就来看 有一些公司其实在创新科技上 到底有没有带来一些能量 从股价K线上来看 我们先不看股号 其实你就可以看到真的是有 因为台股10月以来其实是往下走的 但是这家公司在10月是往上喷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外资大买 7张点的时候外资就大买 投信也是大买 而且7张点的时候是带量的进攻 上涨过程中是量缩 所以其实筹码并没有乱掉 这家公司就是新日新 3376 Hinge的 对就是所谓的轴层 那为什么新日新会长成这样呢 是财报很好吗 其实也不是 9月的营收年减4% 前三季年减24% 是喔 但至少你从营收上可以看到 开始走出谷底 因为9月的营收年减只剩4% 所以有时候营收也不是说 只能看年证 就是看你有没有走出谷底 也是一个看的方式 那为什么它会长这样呢 是因为它原本就是苹果AirPods的一个轴层的供应商 所以现在市场上就预期啊 那如果苹果推出这个折叠的iPad 进一步未来 你如果折叠iPad 未来就有折叠的iPhone 所以市场上就给予这个想象空间 股价就往上涨了一波 ok 那接着呢再跟大家讲另外一档 这档呢跟苹果比较没有关系 不过既然苹果会推出折叠的iPad 就代表说它认为这个技术已经越来越成熟 那苹果有通常其他的厂商也会更近 这个市场就会更大 那这一家就是刚刚那个 木豪哥讲到的华为最近追很凶 那华为有一台折叠机叫做这个X3 那这个X3的轴层就是谁做的 就是照例 就接到华为单啦 3548的照例 照例它有大概50%的营收来自于轴层 所以它算是纯度蛮高的 所以你看正因为它纯度高 而且它营收 9月营收年增69% 那月增2.93% 今年以来营收是历史新高 所以这就是创新科技带的能量 整体台股才基本面刚刚复苏而已 可是它的营收就是历史新高 所以股价你看 也一路的从这个100不到 一路上涨涨到最近150几 所以我觉得轴层大家可以多加去关注 OK 好 那基本上新日新也是这个苹果的老伙伴了啦 对不对 以前这个苹果最早做Mac的时候呢 他就是一直在跟苹果合作 但这几年股价稍微有层级 刚刚阿格力给他看 好像有在上来 那最后要请教这个电动车也是你的专场 电动车最近的杂音真的很多 你可以看到像台达电的股价的回档 其实也反映电动车的杂音 另外就是苹果的财报 你看它的毛利 净利都大缩减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杀价竞争这个市场 似乎走到一条不归路 那电动车当然大家关注就是 鸿海科技日所推出来的纳志杰N7 对不对 N7据说预定的情况非常好 但是车子好像一直都还没有开出来 这个现在目前的进度到底如何 那N7的以预购量来说确实是不错 有效的转单 现在最新的数据是已经超过8000台了 那8000台是怎么概念呢 给大家一个实际的数据 这个图是阿格丽自己整理的 2023年的上半年 今年上半年台湾电动车销售的排名 前十名 我们可以看到只有两台车卖超过1000台 所以刚刚讲到8000台是一个蛮大的数字 第一名不用说一定是Tesla的Model Y 因为它不仅规格好 然后一直降价 主要是一直降价 真的是蛮便宜的 最新版的推出后驱版 179万 已经达到很多日系的进口休旅车了 179万 算是蛮便宜的 就是这个 0百加速也有在6秒多 所以算是还不错 销量5600多台 第二名的BMW iX 1012台 可是从这个前十名 木槽哥我们可以发现有一件事情 就是说 太贵了 一般人要怎么买 因为我右边整理说他们的价格区间 最便宜的一些 大概也要 你看Toyota 它是这个平价车 BC4X 也要167万起 所以N7为什么卖那么好 它打到了就是所谓的价格真空带 不管是它最入门版的99.9 或者是129.9的 都是市场真空带 所以现在关键在于说 明年到底第一季他们说会交车 你到底能不能交出足够量的车 因为电动车的制造 我们大家知道是一个问题 所以 为什么过去几年电动车很夯 这些厂 其实业绩也没有到太好 因为他们车交不出来 特斯拉就是看准别人交不出来 所以我降价拼命先抢市场 那讲到这里 我们就来看一下育龙的股价 万一交不出来的时候可能会更财 但是如果交得出来 我觉得股价有机会往上看 因为8000台 其实不是一个小的数字 现在国产车 因为育龙毕竟不是 应该讲纳斯姐不是车子卖很好的 那现在国内像现代汽车 现代汽车今年是台湾销售第五名 它每一个月出货的主力的休旅 中型大概就五六百台 所以这8000台你能不能在明年出完 我觉得是一个观察指标 可是如果我们从股价上来看 记者会当下 那天我在记者会有现场 股价一路涨涨涨 那两天最高涨到90 可是我们就发现 留下很长的上影线 隔天就一根大黑黑 底下都还是带亮的 所以这很可怕 现在已经在回测年线了 局限这条是年线 而且玉隆城开幕也没有刺激他的感觉 也没有 大家反而是在酸 国家保护你那么久 你造车还没交车 结果百货公司先开出来 到底是什么 那这是另外一个议题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其实粉红色的月线 绿色的季线 蓝色的半年线 其实目前都已经跌破状态了 所以我觉得说 你如果有赚了 你可能可以考虑停利一下 不然现在的线行是比较走空的 有点利多出镜这样子的一个味道 没错 那与其你去关心N7 那为什么玉隆 我说你可以先考虑停利呢 因为从去年40块开始起涨 其实已经早在反映了 N7销售位很好这件事 所以股价已经先反映了 我反而建议大家可以去看洪华先进 2258 在2258它后面有一个 它是挂创新版 对挂创新版 等一下也会帮大家解释 那为什么看洪华先进呢 因为洪华先进 在去年一整年的营收 才2.96亿 其实是不高的 那今年的上半年的营收 就到2.96了 有比去年 相信跟N7有关 那一旦交车之后 我觉得你可以去算 已经卖了8000台 那一台 比方说玉隆制造代工N7 一台是2000美金 那洪华先进我不知道一台赚多少钱 我们也算他2000美金 你就可以去算 那营收可能可以带来 5亿以上以上的贡献 就是假设卖1万台 一台赚个5-6万台币的营收的话 所以我觉得对于改善 他的税后建议的亏损 会有很大的一个作用 那他挂牌的股价是50块 那你看同样的题材 那玉隆已经先反映到80 那这个50 而且是还没有挂牌 所以才跟大家说 你可以去关注他 如果你真的喜欢 玉隆或者MIH联盟的题材的话 纯度比较高 什么时候要挂牌 11月会挂 那刚好这几天延后11月的挂牌 但是11月会挂 那他要怎么样才能买呢 跟大家讲你要成为 创新版的合格投资人 主要就帮大家讲重点两个条件 第一 你的这个新台币的资产要200万以上 其实这已经算不错 去年是500万 我们观众朋友每一根都可以达到的 应该是可以 慕华哥的这个观众 这个口袋都是很满的 或者是说你是少年人 可是你近两年的平均所得有到100万 因为有些人可能在台积电上班 应该就有了啦 那创新版我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 他有分一二三类 有一些共同的特色就是以市值选股 比方说你如果是生技医疗类的 你的市值大于20亿 就算你公司没有赚钱 你只要有足够未来一年的营运资金 也可以挂牌 那以市值选股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你比较有机会买到未来台湾的台积电 比方说以前特斯拉还没赚钱的时候 其实股价大家就已经开始在看它 它市值就蛮大 可是真正赚钱是这几年的事情 所以过去的台湾的上市贵 以这个获利为上市贵条件之一的时候 其实你是比较难买到 这个企业还在早期爆发期的阶段 没错 通常这个阶段都被创投买走 可是现在有创新版我是到建议大家可以多去看看 衍生来说像创新科技来说 大家手机可能有装那个Whose Call 就是诈骗集团打来 或者是银行打来 你知道这是谁打来 它在创新版又有上市叫走着瞧 今年的营收也是历史性高 所以我觉得台湾的创新其实有蛮多的能量 包含了创新版或者是说你去买一些创新的 像野村的新科技50 00935都可以参与到这样的一个趋势 好那基本上这个大家放眼看全世界的独角兽 独角兽说是至少要10亿美金市值的公司 才叫做独角兽 Unicorn 但这些独角兽大部分都是摩碳集 对 哪有家独角兽一开始就赚钱 只是说他们之所以能成为独角兽市值 在他们没有赚钱的情况下都到10亿美金了 就代表市场认同他们后面的成长力道非常的大 市场空间很大 所以我觉得创新版用这个市值来选股 其实也不思维是一个符合现在目前全球投资潮流的一件事情 那今天阿格利有跟大家讲到这个创新科技才是未来不断前进 而且我们最重要的投资主軸我个人非常认同 那也提供给我们所有观众朋友大家参考 这个台湾就是以创新科技很重要推动我们的经济增长 如果没有创新科技的话 讲实在传统产业很重要 金融业很重要 服务业很重要 但毕竟这些产业只能支持内需 是 没有办法做到这个全球的规模 那今天谢谢阿格利也谢谢我们所有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是阮木华 喜欢我们财经公司House的话 请记得六日早上准时收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就下次见拜拜 总共带来八大投资主题 三阶段的课程设计 要让完全不懂投资的小白 到是懂非懂的投资大众 甚至熟悉投资的专业操盘人 每个人都能够选择适合自己程度的课程来学习 而且最棒的是每一个阶段课程内容中都会教同学们几招可以直接实战的操作获利方法 让你学习不花冤枉钱 学得到也赚得到 首先 初阶淘金课程的设计针对小资主投资小白 老师将带你破除市面上的投资迷思 并且快速的建立正确的投资观念 教你如何善用市场上的投资工具 找出高胜率的获利攻略 让小资主不用借钱也能运用投资工具 从高价股中赚到钱 接着中阶淘金课的同学将进阶学习到 跳脱散户思维的各种投资攻略 与对盘式趋势的判斗方法 并教你专业操盘人使用的筹码追踪方式 与个股合理股价算法 还有你绝对不能错过的当充全攻略 与纯股跃跃配战法 学习到本阶段的你投资程度 就已经超越市场70%的投资人 最终高阶淘金课程 将是你成为操盘手的逼胜最后一里路 市场上的老师都在教你如何获利 我却要教你如何停损 让你的投资知识更全面 同时交易策略也将更完善 最后运用葛兰币八大法则 加上Dabasbox交易模型套上神奇凯利 构式与个指标 创造出一套超高胜率的交易系统 打造你专属投资数字圈 并成为市场上少数的赢家操盘手 想学台股投资想要获利 我陈荣华在台股投资路上 累积了超过30多年的经验与试措 将毕生的超盘精华 全收入在此次百亿超盘手的 股市独门三堂淘金课 欢迎你来轻松投资学院 与我一起共学 与我一起共评 根本经对零碰架 与我关注 看来 解厉虾